前不久,前黄发自行车赛七冠王兰斯·阿姆斯壮 承认服用兴奋剂轰动体坛 对于全球传出多起兴奋剂事件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日前在伦敦举行的记者会上直言 兴奋剂事件是因为很多国家对反兴奋剂的标准低,不够严格 而全球用来制造非法兴奋剂的原材料 有99%是来自中国 对于近来全球多起兴奋剂事件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主席费一 将原因总结为各国开展反兴奋剂的工作不够 费一表示,在很多场合都收到对中国反兴奋剂机构的投诉 尽管他们要求中国方面配合,关闭多家供应商 但就机构所知,供应商并非提供兴奋剂的主要来源 中国仍是供应兴奋剂的主要来源 兴奋剂的准确的一个定义吧 就是比赛运动员用任何方式应用机体不存在的物质或非生理途径 生理物质唯一的目的是人为的极不公平的提高运动成绩 称之为使用兴奋剂 这是国际的规定,严格的一个规定 就是说现在做体育界用的这种内部层的话呢 它一般通过口服或者注射可以增强运动员的肌肉 这些内部层的话可以增加肌肉块头和力量 国家应该控制的 就这种的话呢,如果是医生一般来说也不能给谁边开的 但是中国的事情呢,还有的时候呢 你知道那个,它恐怕有一种地下啦,都是那一种方式 北京独立制片人杨伟东的母亲薛应贤 曾在中国国家体委工作 担任中国体操队等多个国家队医生 从70年代末就开始反对和抵制中国体育界使用兴奋剂 遭到中共当局的迫害 中国使用兴奋剂是从80年代初就开始使用了 当时的中国国家体委训练局捕捉这件事情 就是因为我母亲抵制兴奋剂就造成了 就是我们家庭的这种悲剧 包括我父亲在2007年被国家体育总局的人被殴打致死 薛应贤曾经对外表示 在中国体育崛起的上世纪巴黎年代 使用违禁药物是官方推行的所谓科学训练的一部分 薛应贤曾对悉尼宣区陈报说 这一做法在中国的巴黎年代几乎达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 他还说中国所有的运动员都必须接受这种做法 否则就会受到批评甚至处罚 所以就是说体育的这种比赛 已经不适逐我们原来意义上的那种 发现我们人类最高的这种潜能的这种比赛了 尤其是中国 去年4月18号下午 杨伟东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出境时受阻 警方给的理由是他可能危害国家安全 只因为杨伟东在打算向国际奥委会主席亚克洛格 和世界反兴奋级机构主席约翰费一发出采访邀请 而在1990年代发生一系列中国运动员用药丑闻后 中共当局将责任归咎于运动员或教练员 希望出名而导致的个人行为 新唐人记者朱志善采访报道